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 你能희俩惨我吗 你不可以叫我 请 你不可以叫我 可能 像你没什么 什么样子 以后对我还是要什么样子 如果 你想像那个海马精一样 被暴尸三日的话 你现在 就可以跑出去告诉其他人 你是谁 你来萧举山是何目的 懂了吗 谢谢你 说什么呢 大方点说 大方点说 我说我 愿意给九云大人做奴 报答九云大人的救命之恩 迟了 你想八戒 大人我还不想要呢 反正 反正小的是穷得一清二白了 只能给九云大人当牛做马了 把药全惹喝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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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九云师兄 是师父找我来的 谢谢九云师兄 九云来了 您老人家今日可好 非常之好 又投着去练功了吧 没关系 不过是一支千年制邪的妖灵 你不会认为我销售不起吧 我只是想奉劝你 练功切莫急功近利 当心环飞魄散 好啊 都听你的 你的也好好看啊 对啊 你够看我的 给你 紫禁 依馨 玄珠姐姐 玄珠姐姐 我来给师父送刚酿好的紫红华英 这 师父和九云师兄正在议事 恐怕 那我就在拼店等候好了 这紫红华英是师父的新头号 师父前几日刚交代过了 酿好就要送过来的 嗯 玄珠姐姐请 哎 你看 好看啊 这个 换你来 也不是为了此事 这香曲山的一草一木 皆是在我的墨曲下种的 此类俗草 你可曾见过 没见过 虽说海马精死了 可现在的香曲山 一定还有其他的间隙 这蒲公英上 附着高明的法术 应该是他们 用来传递消息的 白河龙王 你这个老花头 我就知道 你还有别的招 九云娜 我之所以让你 来统领山上的房屋 那是因为 你和我的命运 已经休期于 与共卖卖相同 所以我对你是 完全地信任 可你们莫要因为大义 坏了我的仙山 也毁了你和我的仙家修为啊 是 弟子明白 尽快地找到间隙 尽快地找到间隙 谁在门外 师父 弟子玄珠 来给您送紫红华英 进来吧 诺 师父 九云师兄 此酒刚酿好时最是清香 弟子不敢怠慢 连夜就送来了 希望师父喜欢 你送的 为师自然会喜欢 放下吧 诺 还真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师父 看来今日 我也是口福不浅啊 玄珠 休息吧 我和九云 还有些事情要说 小白 干什么呢 我来看他醒没醒 他醒没醒 跟你有什么关系 唉 九云 我怎么觉得你也在骗我 唉 我给警告你啊 莫要在这香曲山上玩火 放言整个仙界 谁要敢在这山主头上动土 那就是不要命啊 他到底什么来领着你 有人来啦 傅九云 左公子 这儿呢 五二公子 左公子一个人来的 为何不见玄珠公主啊 看样子 此番前来 是要与在下决斗啊 左公子 你可知在下的名讳 使师者 你既然知道 我连上仙都敢杀 你区区一个凡间的瞎眼书生 我劝你 还是不要自寻死路了 就是 别自不量力 快回去陪你的玄珠妹子吧 别不识好歹啊 小白 你先回去 九云 你不会这样和这疯子斗剑吧 你可莫要失了自己的身份啊 九云 九云 你既然想死 我就帮帮你 五银 不许多 我就不想死 五银 都不许多 creeping handwriting 末语 伤他 fell 他的笨是 他ahu 莫要伤了左公子 左公子 我身上的伤 并不是傅九云大人伤的 是我自己去山谷 不小心跌下了摔伤的 当真 当真 觉悟半年假话 我的伤还是傅九云大人聊的呢 对吧 对 若真是如此 傅九云 我左某给你赔个不是 不知者无罪嘛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 我自己可以 慢走啊左公子 оп 卓 你今天穿得可真好看 不愧是我媳妇 真的吗 我可听说那个傅九云最爱虐仆了 我很担心 我把他打你 你知道吗 怎么可能 九云大人对我挺好的 而且他还说 说什么 他还说我是他最爱的小侍女 我听说左子晨要跟傅九云一二人 嘘 你别瞎说 不是你笑什么 我觉得 那瞎子也比傅九云强 不对啊 你刚才说傅九云最爱的小侍女是你 你觉得她会答应吗 那我怎么知道 没想到啊 山主这些弟子们平时看起来高高在上的 竟然还有这种性质 还要堆雪人 这雪人倒是堆好了 可看不出是什么模样 他们也不过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自然爱玩 人人都倒着仙山好 可待久了 也是会反问的 难怪大人总是换着法子动小的 调教贴身小侍女 是大人我的分内事 那我还是得谢谢大人你了 大人你看 这么多雪人里 唯独这个打着伞的最好看 也不知道是谁堆的 你个小杂役倒挺有眼光的 为何 是大人我做的 这果然是大人做的嘛 我就知道 这大人堆雪人的手法 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堆个雪人都能堆出国色天香的感觉 只是你看啊 这五官 还没有捏出来 是不是没时间捏啊 美人似真似幻 至今尚未让我见过她的真容 她许是还想隐喻人情 所幸 就让她做个无脸人 别如这无脸雪人一般 赖在雪地里不走 陪大人我走走 走吧 带你去个地方 把阮上招 Rover 提醒了 记忾了 i вод说 加ulu 然后 改脱 我不知道 ди 红 它 断 突 通 怎么样 开傻了吧 皇宫大院的藏宝阁跟这儿比起来 就如同茅坊一般 没有 那大人也是如此的俗不可耐 大人跟山主是什么关系啊 如此重地都让你随意出路 怎么 不能说啊 他怕我杀了他 毕竟逝尸者这个名号 可不是白教的 小川 喜欢什么说 我送你便是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 大人又是在开什么玩笑 我一直很认真的 认真的想要把一个人留住 想要他忘记那些不该由他承担的事情 想让他在我身边笑 好好享受一个女人该有的单纯生活 想要把他承担的事情 找傻冲冷也没关系 找傻冲冷也没关系 可是他 总觉得我在开玩笑 我不懂大人在说什么 好香啊 好香啊 就这个吧 要一小块 龙咸香 对啊 此物一香扑鼻 比小川的桂花又可好用多了 谢谢大人 大人可太大烦了 我还以为你会找一个炙眼睛的东西 对了 对了 那位仁兄才是真正的豆豆哥吧 青梅竹马 大人到底想说什么 大骊国的帝女 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 我正等着您问我呢 公主大人 你要找的东西 它不在这儿 那它在哪儿 慢慢找呗 反正我是不会戳穿你的 但我提醒你一句 山主已经得知这山中有奸细 可你知道我并不是奸细 我对这些宝物也不感兴趣 可是山主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胆敢打灵灯主意的人 你放心 在找到灵灯之前 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 灵灯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 灵灯 一国的公主在你的心里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每天打扮得漂亮一些 仪太端庄一些 在人前显示威仪就可以了吗 以前我不知道 也没有人告诉过我 后来 大梨没了 天原国以药为尊 那些大梨的普通子民 每年都会被当做人才上贡 你知道什么叫人才吗 就是把活生生的人 做成那美丽的家里 要上贡给那些高高在上的药母 听起来很荒谬吧 听起来很荒谬吧 可这就是现在的大梨 所以 我必须要找到灵灯 收尽天下的药物 如果你想阻止我 倒不如现在就上 那你可知道 点亮灵灯 会有什么后果 我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好了 东西也拿了 我看你身上的伤 也好得差不多了 明日 你就去左子锤那儿吧 不会 不要 陈派 答应 你不认识 你再进来 我认识 老公子 你不认识 我认识 哇 好香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香的东西 香的话就每天带在身上 这样每天都能很香很香的 川儿 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的礼物 我 我会每天把它带在身边 这样 我的身上就有川儿的味道了 我也是准备了好久 最后却拿到这龙仙香 原来自始至终都被人戏弄着 川儿 你说什么 谁欺负你了 我去打死他 没有谁 我先走了啊 川儿 明天九云大人不送你的话 那我送呗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人 还要 我谁都不要送 我自己走 谁说九云大人好来着 谁说九云大人好来着 过来 你干什么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叫你过来就过来 都不送你的传言 今天他那你 לא的传言 我今天都会说 我买你了 你不是说的 你不会说 像你不说的 我只是说你了 我ıy想想你 你是一名 Crisis 我还说你才不许是一名啊 我闻了你 现在想你就是哪儿 你不是你 走 怕什么没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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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